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基本的手型 第一个呢是立掌 立掌 立掌呢五指自然伸直 自然伸直 掌心有点凹 有点弧形 不能太直 也不能太凹 要自然 还有呢是拳 取多手型动作是拳 四个手指握拢 向手心握 然后大拇指放在四指的外侧 应做到前面要平 对 你看前面是平的 对 一定要握实 握实 不要虚的 也不要拼命用力 要注意 这个腕呢 立点在这里 你看 对 对 你的手有点凹了 这不行 这个手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要直的 不能往两侧 也不能往下 要做腕 好 还有呢 吊手 也叫勾手 勾手 五个手指自然勾起 往里收 对 勾起来 立点呢 在腕的上侧 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更不要这个样子 这个手呢 一定要勾起来 勾正 你看 是勾正 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勾正 这就是勾手 还有呢 就是捧手 很基本的 捧手 捧手呢 四个手指 斜 向上 大拇指 自然打开 啊 你看 斜的 不要翘肘 这样呢 就不放松了 一定要松下来 这是捧手 立点在外侧 还有驴手 要驴 驴 驴手呢 立点在掌根 在掌根外侧 手指呢 反方向斜 驴 哎 对 不要直的 直的是立掌 要驴 还有踩手 是往下的 手心 不要平的 稍微折一点 稍微折一点 立点还在掌根 是往下的动作 叫踩 还有猎手 向斜上方的动作 叫猎手 你看一定是斜的 这里一定要斜 不要太直 力点呢 在这里 手指也是斜的 斜的向上的动作 叫猎 猎手 还有呢 还有呢 抽手 是往后抽的 叫抽手 力点呢 也是在这里 外侧 还有呢 就是横切掌 横切掌 跟力掌 差不多 但是是平的 这个掌呢 切猴 切你的猴部 平的 注意尘尖 坠轴 力点在掌根的外侧 平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插掌 往下的 对力点在上面 往下插 插掌 抬底针的动作 就是用插掌 这些呢 都是我们 基本的 手型 手型动作 在将来 我们的练习中呢 会不断地出现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 步行 步行 步行的动作呢 有几种 首先 是公布的动作 公布 需要的是 前弓 后蹬 前面的脚 正方向 脚尖 后面的脚呢 是斜的45度 总是这样的形状 公布 不要过脚尖 但也不要 不到脚尖 都不对 一定要到位 这叫不到位 后面的这个腿呢 不要太过弯了 要直 但直 不要比直 要 微曲 公布 身体正 这就是公布 这就是公布 然后呢 还要注意一点 公布 两个脚一定不要站在一条线上 要分开 差不多有一个脚的距离 公布 膝盖对准脚尖 这样正公布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还有呢 是须部 须部的动作呢 重心在后面 脚尖 45度 前面的脚呢 正方向 脚尖 微翘 膝盖要对着脚尖 也是同样的 间隔要有个距离 不要夹当 要有个距离 微翘 膝盖呢 微曲 不要堵直 脚尖也不要翘得很高 不要这样 这样就不对了 要微微的翘起 还有一种是白鹤亮翅的须部 以脚尖点地 脚尖 也同样的要求 膝盖对着脚尖 膝盖微曲 以直为主 脚跟抬起 也是一样 左右要有个间隔的距离 这就是须部的动作 还有一种呢 开裆部 开裆部 开裆部的动作呢 往横里走 这样 或者是往这边走 这样 要做到脚尖正方向 不要内八字 也不要外八字 膝盖对准了脚尖 不要夹当 也不要太过开胯 要做到这样 要做到这样 这就是开裆部 还有呢 看这个动作 后面 要求开胯 膝盖对准脚尖 重心在后面 这就是脖部 这就是往下的动作 这些呢 这些呢 这些都是基本的步行 这些都是基本的步行 工部 须部 开裆部 独立部 重心在后面 重心在左脚 这个呢 就是侧股部 这个动作在做揽雀尾的时候会出现 这些呢 都是一些基本的步行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练习一下步法 首先 我们要练习一下步法之间的转换动作的接口部份 特别是我们步法里面的扣脚 撇脚 白脚 这些呢 都要知道 首先 是扣脚 扣脚一般呢 都是以脚跟为轴 脚尖微翘 往你身体的内侧 收 这叫扣 这叫扣脚 往你的身体内侧扣 什么是摆呢 往身体的外侧 这叫 外摆 这叫 内扣 都是以脚跟为轴 要注意 还有呢 叫撇脚 撇脚的动作 一般 都用在功部 后面的这个脚撇 脚跟微抬 后蹬 以脚掌为轴 这叫撇脚 还有 后面这个脚的内扣 在外面 以脚跟为轴 脚尖微翘 内扣 这些是最基本的动作 还有我们传统 阳式太极拳 在整套拳的练习过程当中 特别要注意 身体的转动轴 是使脚 是重心所在的脚转 比如说 功部如果我要转换 后脚重心 必须在这个角 不能后移 再转 这就不对了 必须 是这样 或者呢 往外 后座 外摆 再上 这就不对了 一定要直接摆 就是这样 所有转的动作 都是这样 使脚转 接下来 你看我做一下 几个步法 首先是做 弓步 一 二 上步 脚跟着地 三 攻步 一 二 三 撇脚 一 左脚外摆 二 转起上步 脚跟落地 三 攻步 撇脚 还有呢 是侧步 脚掌落地 内收脚跟 转腰 收脚尖 二 侧步 转腰 收脚 一 二 转起 三 收脚 这个呢 是 弓步 进退 前进的步法 还有一个 是 须步 后侧的步法 接下来呢 是 开裆步 开裆步 用在 零手 从左侧跨出 脚掌落地 然后重心 从右脚 移到左脚 提起 落下 要清零 陈武藤 这个 就是 开裆步 这几个步法呢 是基本的 在我们练拳过程当中 是经常会出现的几个步法 所以呢 你在练拳以前 一定要明白 理解这一些 多练 好吗 那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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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